材料清搭,新鲜大蒜头2500克,镇姜香醋1500克,白砂糖1000克,将大蒜切去蒜梗和蒜石子,包去老皮,也不要包得太干净,留最里面薄薄的一层皮就可以了,一起干净后,放在干净面盆里,用加了盐的水自来水就可以了泡着,一天化两次水,泡两天,目的是让大蒜头耕水,和去掉一些不好的味道。 在通风阴凉的地方滴盖水分,这个步骤一般半天就够了,将要泡蒜的瓶子一定要去玻璃打,先用热水去消毒,再滴盖水分,将硬干的大蒜头放入,拿一个干净卤水的盆,倒入醋和白糖,搅拌直到糖完全融在醋里,不需要用火熬制,将搅拌均匀的糖醋水,倒入放了大蒜的瓶子,盖盐即可,喜欢吃辣的三天就可以吃了, 喜欢腌透的需要20天左右,小贴士特别强调,糖醋汁不需要让火熬制,直接拌匀即可,腌蒜的容器不要用塑料的,乔制糖醋汁时,因为每年的蒜头大小会有差异,所以可以一斤一斤糖醋汁的乔制,只要糖醋汁没过蒜头即可,不要乔制多了, 以免浪费,储存时放在太阳直射,不到的地方是温存放就可以了,可以保存N年,腌蒜的糖醋汁,用来拌两菜味道那是相当的好,第二年糖醋汁味道,还很好就在对一点心的糖醋汁,还可以接着腌制大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